这两个男人在下山的时候 脚下打滑了 乔瞬间就掉落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的发生了 在海拔六千米山峰 他们的手脚早就已经被动了毫无知觉 而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的骨头是最脆弱的 心境一碰都是最致命的 果然乔的小腿骨头被撞断 而断开的骨头又直接插入到大腿的肉里面 那种疼痛是撕心裂肺的 这个时候流泪都是痛苦的 因为泪水会瞬间在你的眼瞼处结成冰 而冻伤你的皮肤 西蒙和乔的绳子是连接着的 西蒙已经从乔痛苦的表情中猜到了 乔已经骨折了 那是一种绝望和惊恐的表情 由于他们现在正在下山的脊背上 他们很快做出一个决定 因为他们的绳子的长度46米 两根就是90多米长 而他们身处的是在山上的6000米 所以通过技术 他们可以轮流向下滑行 利用雪的摩擦将乔给100米100米送下去 就像接力赛一样 西蒙先固定一个肢底 然后将绳子给接上 开始慢慢将乔往下放 而此时的天气已经开始说变就变 夜晚也快速来倒 很快他们就看不到对方了 只能通过滑行绳子的长度来判断对方的距离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西蒙放的绳子越来越快 而乔这边完全没有任何支点 他太害怕 身子不自主地想控制下滑的速度 而原本是双脚来控制的 但是此时乔用的是膝盖在雪地上摩擦 而骨折的地方随着摩擦的加深 更加疼痛 分明乔已经感受到骨头深深在大腿的肉里来回摩擦的痛 这个时候他想要让西蒙慢一点 但是喊叫声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 就在这个时候更加致命的危险出现了 在下滑的路上 突然出现一个悬崖峭壁 像一把刀直接将山给分开了 而乔也滑落下去 绳子也正好将乔给挂在半空 现在真的是叫天天不易 叫地地不灵 此时的温度已经到达零下八十度 乔全身发抖 严重脱水 此时的西蒙也感觉到了乔可能是完全悬挂在某处 因为手上的重力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成了西蒙现在最艰难的选择 如果放手 乔就坠落下去 必死无疑 如果不放手 那么自己就要被困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 可能要同归于尽 他就在挣扎的时候 手上的绳子一松 忽然没有了力量 西蒙猜测乔可能是掉落下去了 而乔这边真实的情况是 他自己选择割断了绳子 因为挂在这里 两个人都要出力 完全会被困死 而在他下面有一个深坑 乔在割断绳子之前 找出两个绳扣 想要通过滑轮原理 将自己慢慢拉上去 但是太冷了 他的双手彻底麻木了 他根本不能有任何灵活的操作 即使用上自己的嘴巴 连一个绳结都打不了 此时又可又恶 乔也知道西蒙在上面也快坚持不住 就是这样的绝望 就是这样的等死 如果不做点什么 这样的冷风就可以将他在一个小时内彻底冻死 所以为了能救一个 乔选择了割断了绳子 没有别的办法 两个死和一个死必须要选择一个 从割断绳子的瞬间 我们就知道绳子已经彻底冻住 所以才会在瞬间被割断 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只要在激冷 环境下都是脆弱 奇迹出现了 乔从昏迷中慢慢苏醒 他的眼前全是冰 他卡在一个冰缝之间了 被抢住了 乔立马找到扶手先稳住自己 不要让身子掉落下去 然后开始观察四周 全是陡峭的冰雕 第一时间乔就明白自己是无法出去的 他要死在这里了 而西蒙这边也很快通过收回绳子 看到断胎的地方 一看就知道是被切开的痕迹 西蒙第一时间就想到 乔选择了牺牲自己 让西蒙能活下去 他抱着最后的希望 朝着洞口开始喊着乔的名字 而声音的穿透力太有限了 此时的乔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 乔这边的环境是完全彻底的黑暗 那种黑暗似乎是来自地狱的 他能听到风的嘶吼 也能听到冰的哭泣 这个时候乔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和孤单 头灯照射的地方也全是黑暗 这是秘鲁的安地斯山峰 他们花了三天的时间爬到海拔6400米的山顶 就在下山的时候遇到了这样可怕的事 所以真的是上山容易下山难 这样的道理是千万个生命换来的惊艳之语 此时的乔已经快要崩溃 也许只有大声的喊叫才能找到一点安慰 我想谁遇到死亡来到的时候都会像他一样流泪的 第二天 阳光照射了进来 乔抖抖身上的雪花 开始朝着洞口呼喊西蒙的名字 然而这个悬崖太可怕了 连个回声都没有 此时的西蒙等待一夜 也感觉自己快要坚持不下去 他不能在这里干等 所以西蒙开始撤退下山了 西蒙凭借最后的毅力 开始沿着陡峭的岩壁开始下滑 在下滑的路上 西蒙确实看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陡壁峡 峡谷宽30厘米 西蒙看着深不见底的峡谷 如果这个时候钻进去寻找乔 那么他可能也会出不来 所以他只是朝着那个峡谷大声地喊着乔的名字 最后只能相信乔已经死了 才能安心地离开 与此同时乔还在喊着西蒙的名字 乔明白如果等别人过来就自己 那么只有意思 所以他固定住一端 开始沿着绳索慢慢下到深处 这个选择是可怕的 因为下面全是黑暗 他现在只有一只脚可以使力 全部靠着两只手慢慢将自己向下滑去 一直到自己完全没有力气 就在这个时候乔看到一个斜坡 一道阳光照射进来 乔明白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所以他立马爬上这个坡 然后用冰斧帮助自己慢慢开始往上面爬 像一个战士那样忍住所有的痛 像一个蜗牛一样 从来不去抱怨路程的遥远 就这样爬一段 停一段 停一段痛苦一段 最终他从黑暗中钻出来 蓝天白云 此时的乔终于露出了笑容 这是绝处逢生的笑容 完全被动变形的脸 早就已经不是原来的形状 他脱下帽子 判断这里到山脚的营地的距离 大概在500米处 那么如何靠一条腿走完接下来的路 成了乔现在最大的问题 他知道时间不早了 他必须要在天黑之前走出这片雪地 他慢慢挪动着身子 就在这个时候危险开始靠近桥 因为前面有着无数个 深不见底的巨大雪坑 稍不注意就会掉落下去 而风暴也在此不合十一的来临 那种刺骨的风雪 没有将桥给打倒 他看看时间已经下午四点多了 黑夜已经开始降落 桥累了就地挖一个坑睡醒 第二天一早 桥开始穿越雪坑 桥像的蚂蚁一样 在洞穴之间慢慢爬着 终于看到了岩石 来到岩石之地 更加严峻地在等着他 因为这个时候 不能再通过雪地的滑行前进 对于一个断了一条腿 想要站起来走路实在是太痛苦 他拿出背包里面的护点 然后裹在断腿上 用绳扣给固定住 然后一次一次地站起 又一次一次地跌倒 每一次的疼痛都让桥筋疲力尽 他需要休息 他需要让骨头在大腿的肉里能适应 他知道他再也坚持不过这个夜晚 所以他一直在内心告诉自己起来 你这个懦夫 快起来 这是你唯一得救的机会 如果在这个时候倒下 那么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石头的下面有着水流的声音 而这些声音也让桥彻底疯狂 因为他太渴 但是却无法找到可以喝的水 来到第七天 天气虽然暖和了下来 但是口渴的问题一直没有放过桥 岩石中 桥终于看到一处再流出水来 他没有丝毫犹豫就吸了上去 带着岩石的尘土吞入肚子 让桥再次坚强起来 就在他以为队友会来迎接自己的时候 西蒙和营地的一个朋友 已经开始烧掉桥的衣服 开始计划撤离 因为西蒙冻伤的脸和手已经开始恶化 如果再不接受治疗 可能会导致节肢的风险 这天夜里桥开始出现幻觉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当他再次醒来之后 已经下雪 可能降温让桥开始清醒一点 桥举着已经冻黑的手 喊着西蒙的名字 断断续续地喊叫声 他会叫声 叫声 但这完全不成功 因为他死了 他死了 他死了三四天前 然后再次听到它 更加加密切的声音 更加密切的声音 然后它真的像是有人叫声 《Simon》 《Simon》 你还清醒了 终于传到了西蒙的帐篷 他们开始寻找乔的声音 最终乔活了下 虽然丢失了一条土 但是他现在能在这里将这段奇迹带给我 就是最大的奇迹 当你还在想地活不下去的时候 想想有些 为了一线生机而拼夺全力 活下去就是最重要的使命 但当时还有一点难以信心 因为他在这儿的夜晚 和他的状态 Simon! 帮我! Oh fuck! Don't! Shh! What! OK! Shh! Fuck! Simon was... He was swearing a lot Swearing a lot Fucking hell Fuck! i know you